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朋友都反应分分钟得上千块 那既然这个看牙这么贵 那这个医保和商业保险能报销吗 这个答案当然是可以的 但是它也包含一些条件 首先咱们来说最常见的医保 医保它只报销治疗性质的一些牙科的费用 比如说你这个牙崩了 你补牙或者拔牙 或者治疗牙周炎 牙阴炎等这样一些治疗的费用 是可以报销的 但是如果说你是什么香牙 美白 等等这样一些牙齿项目 它就不能报销了 这里有一个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就是你要想能够报销的话 一定要去这个医保的定点医院的口腔科治疗 才可以享受这个医保的报销 那么说完这个医保 这个商业保险 咱们看牙能不能报呢 第一点 大部分的这个百万医疗险 对于牙齿的相关治疗 它是免责的 那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但是呢 如果说你是因为意外导致的这个牙齿要去治牙 比如说 摔了一跤 把这个牙给摔掉了 伤到牙了 那这部分你去医院治疗的费用是可以报销的 那第二个呢 是只有一些高端的医疗险 才会包含一些牙齿部分的保障的责任 但是这种高端医疗险的 普遍的性价比都不高 很贵 那第三个呢 就是一些意外险 它可能也是可以报销的 比如说咱们刚才说的 因为意外导致的一些牙齿的治疗就能通过意外险来报 那么如果说你这个意外发生的比较严重 比如说直接磕掉了八颗牙的 那这可就属于这个实际伤残了 是可以通过这个意外险中这个伤残部分的这个责任来获得这个赔偿的 所以说咱们可以看到 这个普遍医保和这个商业保险 对于牙齿的保障呢 其实是有 但是非常的有限 但是其实还是有一类专门针对这个牙齿治疗相关费用进行报销的这样一类保险产品 叫这个齿科保险 那如果你想了解这一类的保险产品的话呢 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头条号和西瓜视频号 小四淘宝 保是保险的宝 风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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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